跟我回去 你不会开枪的 如果我死了 你就再也找不到高温炸弹了 我是不会开枪 但是我必须带你回去 别动 把枪放下 放下 乔大哥 规则特务在副建搜查 马上要搜到这了 不好意思 我要先走了 打掉的武器 攻击下派 在他失衡的时候 撤破战争 我还是有着想的 这一天 我还是有着想的 我们已经没关系 我还是有着想的 打架的 打架子 在这边 这边 我还是有着想的 我们就把枪放下 那边 打架子 我还能把枪放下 竹子 我还能把枪放下 我还能把枪放下 手 帮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炸弹我要 人我也要 离开枪 小心炸弹 用你自己的命换起个日本宪兵 你觉得值吗 火力太猛 你从那边绕过去 我来吸引敌人注意力 离开枪 离开枪 你们不是要炸弹吗 我把枯温炸弹给你们 乔 不要过去 我给你们 来呀 回来呀 来呀 我不怕 我去帮你引发 让你再衝死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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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火炸弹 我听到了 揭穿和北野的对话 我不能退烧 不能 不能注射退烧药 一旦退烧 我体内的病毒 就会开始发作 我回到游击队 会变成一具 行走的细菌武器 部队将会因为 练习病毒传染 而毁灭 你说的是真的 这就是这种病毒的 可怕之事 这么说 高义军已经被他们 解草了 是的 达总 我来这里 就是向您报告这件事 中国人 以为这回我们是放火归山 可实际上 我们送了一个定时炸弹 去他们的老巢 以高义军的职位 一定可以接受到 共武军的高贼 等到病毒 在他们核心扩散开来 接下来 喵 瘟疫 会替我们解决 所有的麻烦 前面的是日本检察站吗 对 下车 高团长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你别冲动 再说了 别说了 我让你下车 你不会改枪的 你的子弹只会射向日本鬼子 绝对不会打向自己人 有警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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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